战地前线记者 白狼为您实时报道 这辆是最新载弹摩托车 简约精巧威力足 这辆是可调节迫击炮坦克 长长的炮筒可以将炮弹精准击中远方的敌人 这辆是升级版 顶部的炮筒变为四个 还能螺旋发射 侧边也加了两个炮筒 钻石车体坚不可摧 接下来的更厉害了 一共12个旋转炮筒 四面八方的敌人无所遁形 这辆将炮弹与火箭融为一体 可以在空中对地面的敌人进行打击 威力巨大 咳咳 我说了威力很大吧 小伙伴们可不要随意触碰 瞧着大坑 他们威力巨大 但也有小小的缺点 在带摩托车速度最快 但跑着跑着 他就自己开始飘移 进攻时要小心掌握 突然敌人没事 自己先翻车了 过去炮坦克 开起来就比较平稳 可控制的部分非常多 比如这个炮筒 可以360度旋转 甚至可以把坦克顶起来 再穿过驾驶员 回到原点 惊险刺激啊 现在来试试他的威力吧 可以了 再低就要砸中我了 我先开远先 可以看到设计距离非常远啊 甚至可以集中空中目标 那么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使用完动力装置 下车却忘记拉手刹时 他就会光速离你而去 即使轮胎掉了 你要寻找自由 好了 我要找老东走决战了 这家伙嫌我笨 不教我做坦克 今天就教训教训他 你想和我来场坦克大战 行啊 这方面我还没输过呢 我选这辆12个炮口的坦克 威力大开着稳 不管你躲在哪个方向 我都能弃揍你 要比威力大 肯定是我这辆 九战一体的坦克啊 我才不管稳不稳的 要的就是一击必重 还愣着干嘛 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快快快 敌不动我不动 稳中求胜 敌一动我就乱动 哼 老豆子 变成老豆渣了 忍输吗 有没有甘拜下风 那辆坦克不行 我换一辆 侧面也能开炮 可看上去威力太小了 你来着 我站着不动让你打 你 你别小笑人啊 看我的 搞错了 再来 你行不行 我来帮你瞄准吧 开炮 哇 威力也不小嘛 哼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老豆子 别生气啊 我这不是想让你知道 我也不笨嘛 有一第一 比赛第二 我向你道歉 道歉 好的 我一个男孩子 不会和你计较的 以后我就教你件 更厉害的坦克 好好好 我这有个更好玩的 咱们一起玩吧 你看 飞天火箭 你先上 坐好了别动啊 千万别动 快啦 你 你 啊哈哈